这就是傅佳俊开球 刚才傅佳俊的开球是出现了问题 这个白球碰到篮球 你会来看一下 这个进攻没有打成了 但是也没有给对手留什么机会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傅佳俊在上个赛季的表现 是让我们的球迷非常的欣喜啊 将自己的这个世界排名提升到了第八位啊 那之前我没说过 这个现在这几个月正值这个休战期 这个职业斯诺克的休战期 我想这个傅佳俊呢 他的这种状态的不稳定啊 也是跟他这个赛季之后的这个 练球的时间啊 有一定关系 我想很多的球员都是在这这段时间 不会去保障这个练球时间 还要放松一下 总要有张有吃啊 对 张吃有度 看来好像漏了出来了 底带的红球 哇 那这个红球打进之后 篮球的角度 其实还可以啊 就手架稍微有点别扭 中间比开咖啡球和绿球 看力度的控制啊 非常漂亮 今天状态真的是非常好 红球带点正角度 我是可以叫低杆索后来叫粉球 或者K粉球来叫黑球 7 那你会不着急啊 先去 去叫这个最容易叫的这个位置啊 粉球打进之后 看看这个自己的点位 有没有被站住啊 但是并不急于把黑球放回去 对 看来粉球摆不下 再停 不停 现在打黑球的话 那么黑球的点位已经是被粉球占住了 按照规则 就是要摆到绿球的点位上 现在只有绿球空出一个位置 虽然还不是保留这个黑球 是不是选择篮球啊 嗯 那个这个丁净会之前应该有所考虑啊 他觉得这个粉球和黑球啊 完全可以围绕着粉球来打 对 其实分值差不了多少啊 就差一分 哎 这个一两颗球看不出来 我老觉得这个 打上五六颗七八颗黑球之后就能看出来 哎 这个是这么计算是分数会差的比较多啊 但是呢 呃 如果是 别得看这个球形和局面 宋诺克讲究顺势而为啊 还是别强球 嗯 如果非要腾出一个位置给这个黑球的话呢 有可能打到三四颗的时候就要就要断了 嗯 这等于是把这个局面给复杂化了 那之前我们讲过就是尽可能的简化局面 嗯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 两十五个 二十四儿 净净三十五个 这根是不是有比较舒服的K9的角度 再来看一下 刚好是带伞一点 这力度固执的也不错 对 撞得很准 而且是把这个红砖堆打的 这个位置都是非常舒服 这个角度看很清楚 有一定有一点点角度 然后跟推一控 粉球角度偏大了 稍稍偏大了一点 反角形成的太多 这样的话就 需要用很轻的力量去打 如果白球再多走一点的话 这个发力就会更轻松 更舒服 很轻松的力量去推 红球稍在反角 看看用滴杆啊 能不能避开这个 红球堆 选择用高杆去撞开 看效果 这个效果并不理想 48 会不会去拼那个粉球的冲带啊 嗯 这球拼有点冒险啊 但是比分领先的很多啊 就状态好的时候 没准这样拼一下 嗯 看来真是要拼 这个镜头给的很舒服 哎呦 好球 感觉傅家俊选了 通过这个带口的镜头看到这个 对 丁几辉瞄这个白球啊 瞄高跟 瞄得很正啊 嗯 正中心的位置 其实这根拼的还真是有点冒险啊 嗯 拼不进的话 白球这个位置也太舒服了 对 但是这个丁几辉之前也自己说啊 心态很放松 这个毕竟是 啊 一个 算是一个表演性质的比赛啊 可以 看看把这个输赢放下的这个丁几辉啊 他的 这个功力还是很深厚 在放松的状态下丁几辉还是很厉害 哦 哦 很直啊 但是打进去就可以超分 67 不在这里已经准备收盖了 嗯 这个 这个的确这场比赛 我们看的还 还没怎么看的过瘾呢 好像就要结束了 是不是啊 这两个人 其实丁几辉状态太好了 两个人没什么回合 这个傅家俊 基本上都没有上手的机会啊 啊 那这个 观众朋友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将 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丁几辉 在昨天 与比特埃布顿的一场小组赛 傅家俊认输了 丁几辉是5比1 战胜了傅家俊 前面也是进入到2009年 世界斯诺克江苏精英赛的决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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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